进入夏至已经有好几天了 各种新鲜的蔬菜瓜果也到了轮番上市的时候 这段时间的水果市场 光是樱桃 蚁枝 西瓜 这些应急水果就已经让人应接不暇 目前北方的桃子也到了成熟的时候 今年水果涨价的热潮还没有完全退下去 桃林的丰收对农民来说应该是好事一件 然而看着满园的桃子 果农却发愁没人来收 眼看着桃子已经到了采摘期 虽然目前桃子在水果市场上的价格并不低 可是根据当地果农的说法 自家的桃子却一直少有人问津 之前一元一斤都卖不出去 现在农民只好八毛一斤贱买 果农也只能探着气解释 总比烂地理好 为什么会出现十万斤桃子滞销的现象呢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天气 今年的桃子涨势不错 可是前段时间的暴雨 对桃子的生长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不影响口感 可是桃子的卖相和往年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 也正因为如此 前来收购的商人不仅人数少了很多 也不愿开出太高的价格 另外和很多遭遇滞销的果农面临的情况一样 虽然桃树的种植面积不小 可是果农们一直没找到固定的销路 只能等着收购商上门 目前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时候 各地的果农急着把成熟的桃子卖出去 如此一来就导致了供过于求局面的出现 尤其是一些散户种植的果农 更是失去了竞争优势 因为没有大量的收购商上门 果农的桃子只能卖给那些自己上门采摘的游客 可是每天前来采摘的游客并不多 再加上桃子的保存期限并不长 前来购买的朋友一次也不敢囤积太多 所以每天消化的桃子数量比较有限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桃子的滞销问题 对辛苦了大半年的果农来说 桃子大丰收原本是他们应得的回报 然而面对滞销 果农们却束手无策 实在是有苦说不出 仔细一想 大部分水果的采摘期和保存期都很短 一旦卖不出去烂在地里 就会带给农民造成很大的损失 有的甚至会白白亏本 而要解决水果滞销的问题 其实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